我过来,我们是,你打砖头的时候,我们是要直播着打,群网直播啊,记得啊 还行啊,直播就是直播啊 然后还要打我的砖头,是不是啊,你硬了,然后你就打 行啊,行啊 把我的吊全都要打 一点还要不离开净土,你放心吧 大家好,我是哥德仁南 打假寸拳断断的势头越来越猛烈 妙峰刚离开苏州,就已经务释好下一个打假目标 它就是寸拳孤狼 它叫做三大护法,一个是寸拳小伙,猎人一号 还有寸拳满楼,再就是寸拳孤狼 奥林妙峰作为第一个寸拳打假人 现在更是成立了他的打假小分队 寸拳满楼已经被他干费 这几天去苏州,再次打假寸拳小伙 没想到,寸拳小伙竟扯东扯西,闭名不见 而导致舆一边倒,全都偏向妙峰 虽然说,妙峰这是苏州的情,连面也没有见到对方 从而渐渐的证明对方的寸拳实力 现在只要寸拳小伙一开直播,满屏都是喊骂声 不得不说,妙峰这招真是绝 这是要把寸拳戒赶尽杀绝的样子 下一站要打谁,他还没想好 王尔梅已经等不及了 有的说去打假批那手老顽童 或者是歌委员 这两人确实也在妙峰的打假行列之中 昨天晚上,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 下一站是去寸拳孤狼那里 不过妙峰反倒有些磨磨叽叽 婆婆婆妈妈,有些打醋 怎么会啪呢,觉得那么我啪吗 我都说两文咱们讲两文 这个社会是吧 这个社会是合法社会没有啪的那一说 是吧 寸拳孤狼拥有一双不满老奖的手 绝对是一位实力派全手 寸拳断砖他只是练两手 平常他的对象都是花钢石 吊着悬空打砖也不在话下 天下功夫为快不破 他的寸拳快如闪电 再全网拥有40多万的粉丝 相比寸拳满楼和寸拳家伙 还是有一些差距 满老头的寸拳孤狼的功夫 还是和寸拳小伙猎人一号学的呢 他的寸拳不光快 爆发力也很强 一块猪骨头 在他面前绝对不超过三回合 讲究的是 要把整个腰部的力量用起来 迅速的打出去 一定要把全身的能量集中在拳头上 从而才能给敌人致命的一击 寸拳孤狼并非孤独不合群 他宁坐在小窗拳观浮云 也不与他人类似非 当时寸拳买楼挑战失败以后 封口浪尖直逼寸拳孤狼 大家好 最近有人爱我 又到广东又到海口的去 挑战一个什么最大的项目 所以拿多少拿多少 刚才听你们们澄清一下 我是从来不参与这种的 从一开始 包括我直播家 各位说 我也不会去蹭别人的粉丝 蹭别人的力量 我就打我的钻 寸拳孤狼从不参与外面的四四非非 只想打我自己的钻 想过想 可是现实却不如意 满龙挑战失败以后 有网友专门从珠海寄砖头 让寸拳孤狼现场断开 为了房子作弊 珠海老表在每一块钻上都做了标记 这真是从工历上找来的钻 钻头上还都带有水泥 真正不怕影子斜 寸拳孤狼有着实力断了几块钻 那真是轻而易举 不过手上也被水泥割出血 都是在屏幕上的 悬宫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看寸拳孤狼的实力 到底会是怎样 玄虹断一块钻 只是一扎点的功夫 难度一点点增加 直接上四块 孤狼真是力大欠金 让他在寸拳界享有一定声誉 这次书中之行 寸拳小伙连面都没有了 让网友不免有些失望 寸拳界三大护法 两个已被妙峰撑垮 这时寸拳孤狼站了出来 直接答应妙峰前来打架 这是要为寸拳界一雪前耻的节奏 直播群网直播行不行 直播可以直播 对吧 我不会有法律直播 但是如果说 我又常常常说 树子打 栗子打 是吧 我打断了 你说确实这样能不能打断 对不对 我也不用你给我 我也不用什么强前买凯 一点都不要 真的 郭老大师等一下我听我说一下 我过来我们是 你打砖头的时候 我们是要直播着打群网直播 记得 还行啊 直播就是直播 然后还要打我的砖头 是不是你硬了 然后你就打 行啊 行啊 把我的调去打 一点也不离开镜头 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你弄剧本 我也不会说 去找你明天打 今天还商量好明天打的嘛 给大家展示 妙峰你听话 不带过夜的 你来了咱不带过夜的 就是当时弄 因为过夜就有另一种说法 孤狼爽快答应妙峰前来打架 不为别的 就为证明自己练过 可此时 妙峰面对这么有实力的孤狼 有些心虚了 现在的妙峰有些磨叽 挑刺的 孤狼表态 简单的和难的都会打 并且必须要现场直播 可是妙峰要求的太多 有一些婆婆妈妈的感觉 不敢去农村 而且让孤狼先打掉的三块砖 再打两块 最后打一块 我估计 要是不按这个要求来 恐怕又要终止下去 春天孤狼 现在是信誓旦旦 爽快答应 并且非常的自信 可是网友们就害怕 他会和春天小伙一样 等妙峰来了以后 会关门不见 对于这件事 春天孤狼也做出回应 如果妙峰来了 我躲着的话 我这妹妹抬不起头来 我跟你说 我去如果他打开了 我跟你说 他全网都那个了 这个等于给他打广告 是吧 孤狼大师肯定一战成名 这次春天孤狼 能凭着自己的实力 真的把妙峰的砖打断 就算打断一块也行 他也是一战成名 别忘了 前两位春天大师 一个是一块也没打断 一个是连面都没有见 春天孤狼 能不能为春天季一雪牺蛇 保住春天季的声誉 就再次一举了 各位大佬 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